AR、MR、VR有何不同?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位时代,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和虚拟现实、VR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话题。 这些技术在不同的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娱乐、教育、医疗和工业等。 但是,很多人对于AR、MR和VR之间的区别还不太清楚。 在本影片中,我们将详细介绍AR、MR和VR的定义、特点和应用,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 什么是增强现实?AR。 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是一种将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进行融合的技术。 用户可以在现实环境中看到虚拟元素的叠加,从而创造出增强的感官体验。 AR通常通过智慧手机、平板电脑、AR眼镜等设备来呈现。 它可以在游戏、广告、零售和教育等领域中应用,并为用户提供与现实世界互动的机会。 AR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能够将虚拟讯息与真实世界进行交互。 例如,您可以使用AR应用程序在手机荧幕上查看家具、衣服或汽车等物品的虚拟模型,从而帮助您做出更好的购买决策。 此外,AR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实时的导航、信息展示和虚拟游戏体验等。 什么是混合现实MR?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简称MR是介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一种技术。 它将虚拟元素与真实环境进行更加密切地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现实感。 与AR不同,MR技术可以实现虚拟元素的真实感觉和互动。 MR通常通过专用的头戴式设备,如Microsoft HoloLens来实现。 它可以在游戏、设计、建筑和培训等领域中应用。 通过MR技术,用户可以将虚拟物体放置在真实环境中,并与其进行即时互动。 例如,在设计领域,设计师可以使用MR技术将虚拟的3D模型放置在实际场景中,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 什么是虚拟现实?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简称VR是一种通过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环境,将用户完全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中。 与AR和MR不同,VR技术通过头戴式显示器、VR头盔来提供全景视觉和声音体验,使用户完全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VR技术在游戏、娱乐、教育和培训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用户可以在虚拟现实中参与游戏、体验虚拟旅游、进行虚拟手术培训等。 VR技术还在心理疗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人们克服恐惧、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 AR、MR和VR的应用领域 AR、MR和VR技术在各自的应用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它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游戏和娱乐 AR、MR和VR在游戏和娱乐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通过这些技术,用户可以沉浸在虚拟世界中。 与虚拟角色进行互动、体验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 AR游戏如Pokemon Go将虚拟精灵置于现实世界中,让玩家在现实环境中捕捉和对战虚拟精灵。 而VR游戏如Beat Saber则提供了全身心的沉浸式音乐游戏体验、教育和培训。 AR、MR和VR在教育和培训领域中具有巨大潜力。 通过这些技术,学生可以获得更加生动和互动的学习体验。 例如,AR应用可以为学生提供实时的三维模型展示,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抽象概念。 而,VR技术可以模拟真实场景,让学生在安全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 如虚拟化学实验室或飞行模拟器、医疗和健康。 AR、MR和VR在医疗和健康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些技术可以用于手术模拟、病例演示、康复训练等方面。 通过AR技术,医生可以将虚拟的解剖结构叠加到患者身上, 帮助他们更准确地进行手术操作。 而VR技术则可以为病人提供疼痛缓解和心理疗法, 如虚拟放松环境和恐惧疗法、工业和设计。 AR、MR和VR在工业和设计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工程师和设计师更好的理解和展示复杂的产品和工艺流程。 例如,在汽车制造中,工程师可以使用AR技术将虚拟模型叠加到实际车辆上, 以便进行设计评估和装配指导。 而MR技术可以为建筑师提供实时的设计可视化, 让他们在设计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建筑物的效果。 总结。 AR、MR和VR是三种不同的技术。 它们分别在增强现实。 混合现实和虚拟现实方面发挥作用。 AR通过将虚拟元素与真实世界融合, 创造出增强的感官体验。 MR在增强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加真实感觉和互动的体验。 而VR通过全景视觉和声音带来身临其境的虚拟世界体验。 这些技术在游戏、娱乐、教育、医疗、工业和设计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和应用场景。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AR、MR和VR的应用前景将变得更加广阔。